图为中正纪念堂的蒋公同像资料照片 国民党政策会前执行长前立委蔡振元在脸书撰文指出 在蒋介石统治下台湾岛出现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为灿烂的黄金十年 他说不论各种政治立场的人如何评断蒋介石的功过得失 但这十年的政绩过去 现在未来的统治者都无人能超越 蔡振元在脸书连载等 蔡振元指出这个关键十年是台湾岛能脱离贫穷 走入现代化世界的关键十年 他说台湾岛自古以来 从荷兰人至日本人统治时期都存在的罗汉小汉乞丐现象在这十年间消失 蔡振元说不论各种政治立场的人如何评断蒋介石的功过得失 这十年的政绩台湾岛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统治者都无人能超越